謝謝大家 這位TESTE我們就不好意思把它archive掉了 好OK 那第一個問題是說 問我們對於物聯網的推動 是否有具體規劃 以及目前法規的限制 是否能夠透過沙盒制使用 讓產業有先嘗試後管制的可能 我們目前關於物聯網 以及物聯網相關的創新創業的計劃 都放在一個名字很奇怪的 那個大的方案裡 叫亞洲連結矽谷 然後這個當年這個計劃 這個在選舉的時候 還叫亞洲矽谷的時候 民間有很多朋友對這個名字 這個有點感冒 我是其中之一 然後那我自己是沒有寫文章嘛 我很多朋友都寫了上簽字的文章 來批評指教這個名字 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說 因為我們這幾個人 其實很多人在溪谷待過 或者創業過 那就好像說 有人說自己是桃園金城武 那那個你如果認識金城武的話 你可能就心裡不太舒服 但是呢 這個我們現在把它加了一個點 那個點念作連結 所以就是像桃園連結金城武嘛 既不是說桃園的人都要當金城武 也不是金城武要搬來桃園 就是跟桃園跟金城武有所連結 所以後來這些朋友們就好一點了 但如果我們來看那個計劃的內容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講萬物聯網的這件事情 還有我們在這裡面需要對於法規 資金人才去做調適 人才部分像外國人才的這個專法 這個可能各位都已經大概有稍微聽過 就是跟IOT或者一些相關的技術有關的人 以前他要來台灣 要嘛要拿出兩百萬創業家簽證 要嘛要先跟一個大廠簽了一個 Fortime的這個工作 其實這個太陽呢是非常有限的 那現在我們就是說 你只要qualify這個東西 你來了再找工作 或真是你來了 只是接一些短期的顧問演講這些東西 我們都歡迎你一到三年 而且還可以renew 那這個是在人才上面的調適 那至於在資金方面的話 當然國發會本來就有國發基金 我們現在就是盡可能的不要做補助 盡可能做投資 盡可能的去鼓勵失敗 然後一直try到一個很好的一個狀態 寫一個postmortem出來 整個業界都可以學習 而不是說比較會作文的人 就拿一些補助這樣子魚露均沾的想法 這個是跟之前政府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就是國發會法協 我們有在做虛擬世界的法會調適 這個是我從上一任政府就開始 跟蔡玉鼎老師一起做的一個工作 那到了這一任政府我們的一個第一案 就是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那金創條例就是以前叫做的沙盒 但是後來呢利益關係人討論討論 覺得沙盒這個字太physical了 因為我們在試fintech的時候 大部分試的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 一些數學的一些東西 區塊鏈啊這種東西 所以把它叫沙盒感覺上好像是 它叫綁特定的場域 然後可能又回到什麼桃園之類的 那這樣大家想像呢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說呢我們現在就把它叫做金融創新實驗條例 這個條例是由陳天之老師 然後我幫陳天之老師 我們一起審出出院的一個條例 現在在立法院了 當然立法院目前的進度呢 我們都在期待 但是呢我們出去院的那個版本 這個我快速花大概20秒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任何人他現在沒有金融業的准入的資本 或者資格他只要不要有什麼前科 他就可以說好我現在在這段時間裡面 對這麼多人在這一定的金額裡面去做金融業的事 雖然我沒有辦法取得執照 但是這六個月你給我一個TEMP的執照 不只這樣我還準備要違反法規或命令 我接下來呢有這三個法規或命令呢 我覺得應該調適 但是呢我也不知道這樣子試出來怎麼樣 所以反正你就先不罰我就是了 那這裡不涉及法律就是法規跟命令 但是也不一定是金管會的 可能是經濟部的法規或命令 所以呢大家在審議之後呢 這個都要是非常透明的 就說好這六個月你就來違反這個法規命令 我們就不來罰你 然後呢你來試試看 在這個中間當然如果有嚴重破壞個資什麼東西 當然就要terminate 但是不然的話他在中間也可以改變他的實驗計劃 在這樣的六個月之後他可以申請再六個月的延長 延長之後呢他當然就要寫出一份報告來 要嘛覺得大家都學到這一個壞主意 這是一個壞主意當然就不要讓他繼續做 或者這是一個好主意 這個時候他有第三個六個月 第三個六個月有兩件事情 從創新者的角度來看 他在這段時間裡面就可以去增資 因為這是好主意法規就要改了嘛 那資金應該是願意投入他 他就可以成為一個有金融業的身份 或他跟一個現有的金融業去做partner 那我們從法規的或命令的調適的角度 因為我們現在法規要預告 都要有60天的這個調適期 所以說我們也不可能他說要改到馬上就改 所以這中間也要等兩個月 再加上一些法規作業的時間 可能三四個月 讓大家習慣這個法規即將要改這件事 所以在第三個六個月結束之後 法規也休了人也進來了 那這樣子我們就有一個新的業態就發生了 所以這個是金融創新實驗條例的一個精神 應該是大陸法系裡面第一個通過這樣子的工作的 所以目前的想法就是我們這一套先踹踹看 如果在Fintech可行的話 未來說不定在通訊在交通在其他部分 其實就是高度管制的領域也就那麼四五個嘛 所以說每一個都可能就是按照那個領域的朋友們的想法呢 去制定這樣的工作 那我去台北市政府報告這個的時候 柯P就覺得很高興啊 有些自治條例說不定也來殺核一下啊 所以說他們這個資訊局馬上就提出一個 好那我們要在公車專用到行駛無人公車的這樣一個題目 那地方政府竟然提了我們按照這個區域聯合治理的需求 我們就不得不做尚未的法規調適 所以我們接下來無人載具包含無人機 無人車 也都會在V台灣平台逐漸的跟社群進行一個諮商 這個我到哪裡都逃不掉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簡單說明前瞻基礎建設當中數位建設的內容 如果各位到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按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劃 那就會到我們的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劃網頁 畫面字都不用看就按紅色的那個就可以了 它是一個FAQ常見問答集 那這個就是我們前一陣子花了不少時間去匯集各部會的一個想法 然後去做出來的 所以就包含說有沒有特別預算的必要性 決策是否衝促黑箱 債留子孫 政治綁撞 土地徵收 還評考慮 任期四年卻變八年預算 沒有效益 評估會不會變文字館以及擴大公共建設 是不是就此為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們都盡可能詳實地把它加以回覆 然後那在這邊當然也有提到數位建設的這樣子一個想法 所以說我們最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其實數位建設它就是在我們整個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 這個八年的計劃就是本來叫做Nissi的 然後我們進來之後改名叫做Digi Plus 但是意思是非常類似的 它就是要繼續去做數位國家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裡面呢有人才的部分 有軟體的部分 有培育的部分 法規條式的部分 政府再造的部分 當然也有一些資本們一次性的投資 所以呢在當時 就是要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時候 我們就說我們有一些前瞻的願景嘛 那這些前瞻的願景呢 大概就是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開放 包含就是開放的內容 開放禁用 開放接取 開放圓碼 所有這些開放的東西 這是在內容方面的 共通 就是所有政府的相關的服務呢 應該用一種共通的方式 把它的後台整合在一起 而不是說資訊系統的結構 好像就跟部門的組織結構一樣 那樣子的資訊系統 其實是非常困難 讓大家有感的 這個一戰式的運用的 然後以及最後呢 這是所謂的協作 協作跟合作也不太一樣 合作是說我要先跟你很熟 先認識你 跟認識的人合作 我們協作的意思呢 是說我不需要認識你 我不需要跟你很熟 但是呢我就是把我想要做什麼 我目前手上有什麼 然後這個東西都非常透明的攤開來 然後任何願意幫忙的人呢 我們就可以ad hoc的 建立一些關聯 那這個不只是人跟人之間 在學習的時候 我們十二年故叫辛克剛 強調這個精神 我們接下來就是人跟機器 包含就是人工智慧 進來它是一種 跟我們不一樣的智能生物嘛 我們跟它要怎麼樣子 協作這個工作 也放在這個願景裡面 那這三個前瞻的願景 底下當然非常重要的兩個 一個是資安 就是說這整套東西 必須要是讓人能夠安心的 然後以及接取的平權 就是不是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只有兩百三十萬人 能夠一路這樣往前衝 其他人都被落在後面 而是說所有的偏向 所有的各個地方 都必須要有這樣子的工作 好那所以這五個 就是我們數位建設的主軸 不過呢 主基礎跟我們說 我們只能把一次性的 資本門的東西編進去 因為是特別預算嘛 你不能每年借錢嘛 所以說在這個狀態之下呢 我們所有經常們的 或者是我們所有的這種 比較培育性質的東西 我們還是留在數位國家裡面 用公務預算來執行 那各位在前瞻裡面看到的 就是這五個前瞻的 願景的基礎建設 因為它只讓我們變這個錢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為什麼在數位前瞻裡面 大家看到的硬體還是居多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那個 預算的性質 但是我們整包 就是包含公務預算 加在一起 會去做成一個 數位國家的一個 整體的願景 我對這個網路中立化的看法 網路中立性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課題 它在每一層 就是網路的每一層 我們可以專注的只講ISP層 像最近這個FCC 在吵得非常 沸沸揚揚的那一層 但是呢 它往上往下 其實都是有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 準Monopoly的這個情況 到底你要多 能夠去Discriminate 我的看法 我一直是覺得說 網路最早對我來講 就是所謂的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我在這上面去做任何創新的時候 我不用問過其他人 我如果需要問過其他人 我才能做創新的話 它慢慢就會變成像以前的 就是電話或者電報 或者電視公司一樣 慢慢變成是說 你要創新之前 你要先問過大概100人 你才能夠創新的這個情況 那我覺得網路好不容易是一個 幾乎是就是任何想要創新的人 都可以使用的一個公共財 所以我是比較傾向說 創新之前不用問過任何人的 但是呢 我不是主導這個 有的主管機關來讀到政委 所以以上是我個人的一個意見 有位朋友問說 在互聯網的產業經濟 似乎還沒有建立很強的著力點 然後也沒有成功發展出 產業的價值鏈 請問我有什麼看法 來促進台灣在網際網路經濟的發展 對於行動通訊業者 除了提供傳輸之外 還有什麼樣子的期待 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我們說數位經濟也好 說網際網路經濟也好 它都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就是說我們已經在open internet的這一邊嘛 不是在防火牆的另外一邊嘛 所以說我們理論上發展出來的東西 它是可以跟整個open internet去接軌 而不是說我們在這個培養名 或者防火牆裡面去try一個 跟外面都不一樣的這個model 但這個是我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非常注重的 就是說我們不是只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們是解決台灣local的 甚至我們切身的問題的同時 把這個model 這個process本身 也把它當作一個commons 就是說我們不只解決問題 而是解決問題的過程這件事情 也能夠去輸出 也能夠去讓其他想要參考的人參考 這個就是我自己在政府內部推動 就是行政數位化的時候 我們不但只是解決行政院 大家都在用紙本的powerpoint 做決策的這個問題 我們也在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裡面 去讓這個各國的其他的政府 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並且可以拿這個回去問他們的政府 說台灣都做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樣子一種概念的process的輸出 我覺得比起一個單一的技術的輸出 它要來的 怎麼講 在外交上面來的長遠 就是說 大家會一直一直回來看說 我們現在發展到什麼情況 所以說 這個雖然不一定是行動通訊業者 就是我挑的這個題目 跟行動通訊業者挑的題目 一定不一樣 但我在講的是這個精神 就是它是不只是要scale up 或者是scale out 我覺得是要可能scale deep 就是說去跟在不同規模 不同尺度的朋友們 試試看在這樣子的一種運行的文化 或一種精神 它是不是一個scale free的 就是大小都適用的這個情況 如果你try到一個這樣子的情況 那其實就像剛剛談的這個治理模式 在行政院如果適用 在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也適用啊 就是說它到達一個scale free的model的時候 我們再往各個不同的層級的朋友的connection 就會變成更深刻而且更緊密 對於境外的非法侵權網站 政府有何作為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之前呢這個有過一陣子 好像政府要討論一個對於境外 一望極致重大侵權什麼東西的網站 做一個網域上面的封鎖嘛 那剛好在當時呢 我正在經營一個境外的一望極致重大侵權的網站 叫做蒙點 蒙芽的蒙然後字典的點 它是把教育部重編國語字典 台語字典科語字典 在他們的網頁上還寫 這個版權所有翻譯必究的情況下 全部下載下來 然後呢自己架了一個一模一樣的這個網站 但是呢外觀呢變得非常不一樣 手機也可以用也可以copy 然後也不受必個無碼的限制 總之學生都非常喜歡用 而且機器家在日本 好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已經完全滿足 當時所提出來的智慧局的三大要件 所以說呢這個在當時他們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呢 我就把蒙點轉成黑色的 然後就是那天的網路全黑日 然後呢就是上面寫一個很大的這個 Stop Taiwan SOPA 然後呢就鼓勵大家這個打電話給立法委員 然後打電話給這個據說智慧局 接到了上千通 各國中小的蒙點的使用者的電話 然後就是說 欸你如果通過這個法案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說被侵權的人 反而看不見自己被侵權的事實 但是像我們這種主張合理使用 但是法庭還沒有判決的呢 欸就會這個教育資源 就只有外國人能用啊 在台灣的人就不能夠用了 那好像還有一點用 所以那個法案後來是撤回了 但我要講的是說 雖然我是站在主張合理使用的這一邊 那後來迫於我們的壓力嘛 這個國教院後來也願意把 詞點用所謂的CC 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這個授權 把它公開出來 所以欸我們現在是合法的了 但是剛才這個過程其實很像什麼呢 很像金融創新實驗 就是說我先做一個 外面有些人會覺得我是違法的事情 我也不是自己做 我們三四十個人一起做 然後我們主張法令應該要調整 或至少法規的解釋應該修正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政府保持一個facilitating 一個引導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還是本來是一個監管的思維啊 那這樣子所有在gray area的 在這個灰色地帶的朋友 因為你反正非黑即白嘛 那我就去黑市就好了啊 那黑市它也不是不發生啊 你只是看不到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還是要一個在灰色的這個地帶 用多利益關係者 multi-stakeholder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眼前的灰 到底是什麼灰啊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啊 這整件事情 要大家有一個共同的認知 才能夠聚焦到一個比較fit 大家的一個模型 那所以說這個每一個太陽都不一樣 然後甚至古阿末拍的每一部片 他算不算這個合力使用 可能都跟他的下一部影片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辦法一概而論 但是重點是那個願意坐下來談 願意聚焦的這個態度 是否有鼓勵或者獎勵電信業者 進行創新服務的一個作為 因為目前新的數位通訊傳播法 跟那個電信 所謂匯流二法 現在還在院裡面審 而且不是我在審 所以說關於這個題目 其實這兩個法的草案裡面 其實多多少少有提到一些 就是會鼓勵 照顧某些東西的相關的創新 但是呢 尤其是因為現在正在院裡面討論的關係 所以我對於這個東西 我不太能夠發表什麼意見 但是我可以說的是說 如果去到join平臺上面 這兩法其實在當時join.gov.台灣 整個stakeholder的groups 都給了我們非常好的各種各樣的意見 就是希望說他們接下來 就要進行這些創新服務 如果這兩法按照這個草案通過的話 所以我只能說我支持NCC的版本 但是在這個之後的整個斡旋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想見還有很多別的利益關係方會出現 有些電視做收視率調查 如果沒有獲得用戶同意 極有違反各自法之餘 但是實務上呢 不可能重新取得用戶的同意 政府是否能夠明白函視收視習慣 不屬於個人資料 非各自法保護之標的 這個要看你的這個收視習慣 你收過來之後 你是不是你有這份資料跟你沒有這份資料 你能夠重新辨識出特定人的機率 有沒有增加超過某個Epsilon嗎 這個在數學上面有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定義 那至於說你這個收集太陽是不是符合這個 我要先看你的那個收集的具體的東西 我才知道 這個同樣沒有辦法一概而論的 不過呢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Privacy Budget 或Differential Privacy的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之所以做出來 確實如這位朋友說的 實務上不可能取得用戶同意的情況下 我們才需要用這種有點像是 保障最低程度污染的那種公害防治的那個概念 在做個資法 可是呢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如果在collect的時候 你就預先告訴他說 我會把你去識別化之後 就是collect 那其實這也是另外一條路啊 不管是蘋果也好 Google也好 他要收集你的個字之前 一定都會跟你說 未經在收集端就有Differential Privacy 所以我們收到的已經沒有辦法還原到你了 但是我還是取得你的同意 為什麼他們不想放 是因為當然也許NSA 或其他人來拿的時候 他們也不想給嘛 但是重點就是說 使用者是已經知道他們後面的這套搜集 以及處理 以及利用的這個原則 然後大家才可以說 好那這樣子我去這樣做 所以這個實務上不可能 我覺得比較就是實務上非常昂貴啦 就是說不太可能跟不可能 中間還是有一個差別的 但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如果好好講講清楚 使用者也不一定反對 我同意這個代價高昂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它也不是無限大 所以在這兩端 我覺得我們都有一些配套可以來做 對 那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表達看法 我只能說NCC的草案我看過 我覺得那個草案製定的過程裡面 納入了在眾議員平台上面 很多利益關係人的意見 我對於這個程序表示肯定 那我對於這個草案的實質內容 我了解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部分 這個實在非常的關腔 可是在這個階段我也只能講這樣 對於政府管制產品價格的看法 這個很很有意思 有的時候政府它的管制 是剛剛講的非黑即白 其實是最便宜的一種管制方法 就是什麼一定要可以 什麼一定不可以 什麼一定最多多貴 什麼之類 可是這樣的問題說 它跟市場的就是現實 就是它會造成市場每一個player 對於這個市場的認知 其實是有一點點失調 然後它跟本來的經濟的供需模型 就是那個perfect information的模型 其實是可能有這種 越走越遠的狀況 所以像我進來之後 有一些工作 像我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 alphabe.pides.tw 這個工作就是 在去年颱風來的時候 大家也許還記得 就是有一陣子甘藍 或者是一些菜 的這個菜架呢 相當的跟預期不是很一樣 這是講的客氣了 然後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朋友們就覺得說 政府為什麼不出手去管理菜架 可是其實管理菜架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非常 就是說你去查記啊 去做什麼去做這種 heavy hand的這種東西 看起來很便宜 但事實上沒有什麼效果 你如果要用light touch的方式 就是去用滾動倉儲去調節 然後去鼓勵農民去栽種 然後不要對賭等等 那這個東西呢 看起來light touch 你沒有管很多 事實上花的是十倍的力氣 這個在哪一個管制領域 可能都是一樣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具體呢 就是用一個 所謂讓市場的各個不同的菜種 都透明到所有的生產者 跟中間的 包含之前滾動倉儲的試出量 這種大家覺得 是企業機密的東西 我們都在每一天操作之後 再隔一天就公佈前一天的 試出滾動倉儲的量 然後呢 也讓雨量 每個地方的栽種 進出口的實際曝光的情況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 都在農委會的這個 專業domain knowledge之下 我們全部都釋放給所有的生產者 那農委會資訊中心的朋友 就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說本來是各懷鬼胎嘛 我們盡可能讓它懷同一個鬼胎 意思就是說呢 這就是market呢 它應該就會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它自己比較有self-regulate 它比較有自我調節的一個能力 而不是說 有些人 好比像說這個決策者 他看到的是一套 但是呢 大盤中盤小盤呢 因為各種各樣的關係 分享的又是另外一套 所以我們還是覺得說 至少資訊透明啊 是第一步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其實這個市場 它的這個震動 這個 fluctuation 雖然政府因此 就有很多什麼打什麼 掃什麼 這個動作可以做 也許在政治上面 有些好處 但是呢 我覺得在實務上面 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我們盡量還是先讓這個市場 盡量透明開始 前陣子有媒體報導 說我要管制 這三個字我是絕對不講的 跟佛蒂摩三個字不能講 是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 講了就是得罪這個媒體朋友 這三個字 有三種完全不同的定義 而且在法律上不相重疊 你在六法裡面 找不到假新聞 三個字 一種定義是說 它明明不是新聞 它冒充它是新聞 內容農場 這個是可能謠言嘛 那但是呢 另外一種是說 它是新聞 可是它報導的東西呢 是假的 這個是所謂不實報導 在法律裡面 那當然也有朋友是說 它是這個蓄意的網軍 它是一種這個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是一種心戰攻擊 這五毛黨 好了 法律裡面有五毛黨 但是這三個太陽 是完全不一樣的 後來呢 我去就是 台北市討論的時候呢 柯文哲這個老師呢 他是說 我覺得標題跟內文不符 就是假新聞 這是第四個定義 每一個人腦裡 對假新聞定義 都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可能 討論這個問題 更不要說管制了 所以我講我最基本的 一個原則 就是說我的政治信念 是anarchist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什麼是anarchist呢 就是說希望這個科層 中央的集權的狀況 越少越好 如果因為今天 跑出一個高度政治性的題目 政府就出來說 我是好人 其他人都是壞人 大家把權力多拿一點給我 讓我有一些審查的權力 我一定不會拿來做壞事 也許大家真的給政府了 可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保證 他的下一任不是壞人 而且呢 他的下一任如果 這個拿他來作惡的話呢 人民已經賦予的權力 是非常難收回去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好不容易 已經有一個 接近完全自由的 這樣一個新聞環境 他當然有他的問題 但是不管是自律 還是他律 還是第三方的這個事實的 查核等等 都不應該由政府來做 如果由政府或政府 出資來做的話 最簡單的一個結果 就是這個unit 他絕對不會回來糾正政府 他不會糾正中廣 不會糾正中央社 那這樣我們要這樣子 一個幹什麼呢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我們能夠接受糾正 能夠加以精進 不然的話這個就是 民主慢慢就變成獨裁了 所以我覺得任何 往那個方向走的 我是絕對不會同意的 那任何在民間 用這種多利益關係方的方式 自己討論出一些方法 政府當然是支持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在國民教育裡面 把媒體素養 critical thinking 這些東西 融入各科的教育 讓大家在學習的時候 就知道說 這個information 比三家不吃虧的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件事其實 同時都不是我在管 是吳正中老師 跟NCC的朋友在討論 但是這件事情 不管是院長 或者徐公文發言人 或我都是持一個 我們不能夠靠這件事情 就來收割言論自由 或者新聞自由 去侵害的這個狀況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我在行政院的主要業務 我在行政院的主要業務 是開放政府 然後社會企業 跟新年諮詢委員會 那這個工作呢 我沒有剩多少時間了 好 沒關係 這個工作呢 具體來講 就是在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方案 裡面的數位政府的這個部分 是我的主要工作 那我們目前這一階段的工作 大概就是三個 一個是說 我們要把所有的政府裡面的事物 跟流程都用data driven的方式 把它重新設計 像剛才那個蔡家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我們變成這種 以open data所做出來的這個 我們叫做數據匯流牌吧 這樣子一個概念之前呢 所有東西都是用powerpoint 用書面 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傳遞 而且呢 外界也沒有辦法簡單的知道 都是一層一層powerpoint 往院長這個方向送 那當我們把這個東西 全部攤平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 院長看到 跟青年農民看到的是同一份資料 那這個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說 一旦我們有了這個data的pipeline data的package 我們就可以把政府的服務 變成不是說 欸一件事情 它是三個部門分別 各有一些執掌 你就要到三套系統 去跟他們互動 而是說我們可以這樣 後端整合起來 把前端統一 用一站式的方法去做體驗 所以呢 我們這裡的kpi呢 都是負的 我們做的越好 服務的數量就越少 那然後呢 越做呢 這個api數量應該要下降 然後呢 把本來這個分散的 斷裂的東西呢 整合成一站式的體驗 所以說我就是常常鼓勵朋友們 這個不管是經費 人數 這個service的數量 KPI都填包成負的 不過好像他們還 都沒有填這個kpi 是負的這個情況 可能真的不是很習慣 把那個符號寫上去 但是我們還是 逐漸在這個推行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如果拿 剛才2015的模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 電子化政府 我們之前做了四個階段 台灣其實在這一方面 以可接取的整備度 所有這些來講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全世界上 就是所謂的硬體 最基本的這一層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最近 因為我們要做開放政府 所以我們的value focus 就慢慢從這個效能 要變成大家都要看到 一樣的東西 要這個讓大家的意見 能夠進入政府 舉例來講 像各位最近可能有用過一套 軟體叫做國稅局的報稅軟體 如果還沒有用的話 也快要用了 然後在這個軟體裡面 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它的value就是 compliance跟efficiency 你如果用自然人憑證 馬上你的各種各樣 資料都可以調到這個軟體裡面 確實是非常efficient 而且呢 它試算出來的東西 非常的compliant 然後大家也可以 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就透過SOA的方式 service online 雖然可能好像 中間斷了幾個小時 但是呢 就可以有效的完成申報 但是它比較沒有做什麼 比較沒有做 體驗設計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呢 大家報稅完的心情呢 可能因為操作的這個軟體呢 感受到影響 或者是說呢 如果是Mac的使用者呢 那可能就要花長達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據說我們黃國昌委員 花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這個才真的按出那個 送出那個鍵 因為它的操作是非常的不直觀的 但是呢 你說它是不是compliant 是不是efficient 其實後面的 電子化政府的那些KPI 全部都有達到啊 所以到底中間是什麼狀況呢 中間就是說 它必須要用一個服務設計的角度 來重新想這個軟體 讓大家在用的體驗好 而不是只是它的功能好 功能我們都覺得很好 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就有一位做服務設計的朋友 在我們Jong的連署案那邊去提案 說爆速軟體難用到爆炸 括點括它說的不是我說的 然後呢 它希望這個大家一起來把它弄得比較好 那財政部 因為我們在每個部會 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好像國會聯絡人看到議員的質詢 新聞聯絡人看到媒體朋友的指教 同樣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看到聯署人的批評指教 他24小時之內馬上動起來 他本來就report to次長 次長就是資訊長 去說這個東西我們要來好好處理 然後又跟其他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我們一起開了一個每月的一個大會 說好我們這個月就來優先處理這個案子 他馬上就約提案人一起去 大家一起來報稅的做了一個類似工作坊 然後去把中間的各個太陽的問題都盤點起來 我們接下來會開一個週會 一起去把使用者體驗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這個東西的channel 就從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或以前的portal 慢慢就到所謂的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就是說是這樣子的民間的自行組織 看政府不順眼 但是又願意跟政府協作 就像我之前編蒙典一樣 我做的那些字典 一些unicode的這些工作 到最後都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詞典 改版的時候 我們改的所有的措字 都回到了教育部的字典 所以不只是分支 還是可以合併進來的 所以整個的重點就是要做一個 建立在constituent value上面 所有用政府服務的人 覺得什麼東西重要 我們就來試著往那個方向去做轉換 那這個是我目前在政府裡面主要的一個工作 好 那我們還有三分鐘 數位政府有哪些成果是可以在近期看到的 我們有一些東西 它剛剛就是所謂的前瞻基礎建設的這個問答集 這個是已經上線的嘛 菜架是已經上線的 然後之前我協調電競那個案子是已經上線的 其實各位只要到我們pdys網站pdys.tw 我們所有的工作都放在這邊 包含我每天這個開了哪些會 主持了什麼會議 誰來訪問 整個東西的逐字稿全部都在這個網站的how we work的這一區 然後呢在這上面呢 這個有一區叫做accountability terrific responsible 雖然英文字我挑了非常久 因為你用google自動翻譯它就會翻成了不起負責 所以呢 點進這個accountability的這個專區 慢慢就可以看到說我們不管在電競的這個協調案 在菜架的協調案 接下來在訊期已經要開始了 我們把那個amic防救災中心的這個key in的這個資料 以及台水台電道路斷裂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的後端 本來你要分到不同的地方去查的 全部都整合到amic的平台 在前台一次就可以看到 目前颱風造成的災害的情況等等 所有這些我們現在有一個口號啦 叫做後端整合前端統一嘛 所以說後端的系統不是打掉 但是我們把它變成API把它加以整合 前端呢用一個統一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是在各種各樣不同的部會 不管是經濟部文化部 或者是教育部的各種各樣的工作 我們可以用一種集成的方法 讓大家知道說對於每個特定的政策 它的政策履歷大概是怎麼樣 所以不管是防救災公公民生物聯網 或者是剛剛講菜架嘛 所有這些題目 反正只要是能夠用數位政府的流程再造 這種方式來做的 我們都盡可能把它做出來 然後呢也會拍成可能三分鐘的微電影 然後慢慢的讓就是各國政府 像我去韓國的時候他們的government 3.0 對我們就很有興趣 我們也把字幕翻成了韓文 然後去跟他們進行討論等等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實質外交的一環啦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是照顧一下數位平權 如果有人剛好沒有帶手機 或者是沒有辦法問的話 是不是可以就現場這個直接發問